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南京贵女美术大师 简子飞机传承人陈耀 这个简子是世界飞翼 它是中国具很深厚的这种文化传统 它三千多年历史文化 所谓的富贵富正文化遗产 就是说除了我们画面能看的东西 那么主要还是里面的内涵 那么简子这一块 就是简子当中所运用的 通过动物 植物和器物 运用了比方 比喻 象征 谐音 理人 等等的羞耻手法 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的追求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 房子后面一个邻居 他会做花灯 就深深地逼他这个花灯 和他的登山里的简子迷住了 这五六岁的时候就喜欢简子的 就跟这个老艺人学 那么我们在传承的方面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就发现什么呢 这个简子传承 它有它的这个时代的内容 有时代的使命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民间一人 我们的社会组织 要加强宣传 加强普及 所以我就在社区啊 在学校啊 在好多好多的区域单位啊 都来宣传 推广 普及 这个中国简子艺术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靠知识 所懂的这种知识 靠知识 这种影响力 去传播 让更多的人 在使务上民间简子 我们最失望的是什么呢 通过社会的影响啊 政府的支持啊 学校的关注啊 社会组织的这种日新啊 就是让更多的市民 更多的年轻人 在使务上简子 来传播简子 传承中国传统的话